一百株洋剂叠中,杀伤力究竟有多强?一万级未来将亡到底有多抗奏? 卓仙韵,雷二坠,贝肖源,当劝肖瓦是小看未来将亡,那这期呢,豆姐把大家的想法终合了一下,咱就用一百株杰众的杨继来战万级的未来BOSS啊,被他虐过的肖瓦扣一波,团探,一大招走一波,看看跟一百株杨继同时开大,这杀伤力到底有多巧?我的天哪,直接看掉肖瓦上的一折血,这和普攻,简直就是天壤之别,云泥之差呀,刚才普攻打了那么久,肖瓦才掉了, 一丢丢的血,这一个大招就干掉一折血,小雷豹果然惹不起,不过咱这一万级的未来将亡也确实太抗凑了,要是普通将亡的话,咱这可是满直的杨继一百株那是分钟就搞定的,你看这一半女的将亡,普攻你看这血条,大根就不打掉啊,这是非逼着我放大招不是啊?可是,我还想都和你玩一会儿呢,咱这个杨继他不像导向是在追踪功能的,他的普攻是直线的,所以将亡,王打跑,咱就王打跑,领追一下小王打, 这和之前的短向地下的地下是完全犯不来的,哎哟,将亡几不可耐了是吧?第二个大招少年,你看看看就剩最后印则写的,也到了将亡最疯狂的时候了,咱们来看,表情并摇腻骨功,还需要多久能够拿下他。 没买,这普攻实在是太慢了,咱还是给将亡来个痛快的吧,放过他也是放过我的手啊,这枪杀来回移动,不没大心杀轻松的,各位观众老爷们, 动作你们幸运的小手给豆姐点个赞吧,暗眉一下我就小心点了,好了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,我们下期见咯。